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区块链 我个人对区块链的理解和在这条路上经过的一些很多的事 其实我个人从2013年就开始接触比特币和区块链 当时我记得我是在深圳大学念博士的时候 当时在找一个研究方向 然后6月份看到比特币 看到区块链 因为搞技术的嘛 原来都是编程了 然后一看到这个就录迷了 然后马上就录迷进去了 所以从此就录了坑 直到现在 然后今天我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区块链引发互联网的商业模式的一个革命 首先说一下我自己的姓名嘛 生徒青春 我估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我这个姓 也很少见过这个名 这个姓呢 我不是日本人 我是中国人 然后也不是少数民族 是汉族的 然后也不是父姓和母姓的相家 因为百家姓里面就有生徒这个父姓 然后有些人会问 为什么你还叫青春 那么老了还叫青春 因为我爸给我取名字的时候没有问过我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是深圳营链科技的创始人 营链科技 英文叫bank ledger 大家就顾名思义 就能想到 bank 那就是想做金融行业的意思 ledger 那肯定是区块链 或者分布式账本 所以本来我们这个名字 就是要做金融行业的区块链这一块 但是呢 还是碰到了很多坎坷 然后今天呢 也想来偷偷潮 是吧 就我们自己以前碰到过的那些坎坷偷偷潮 然后 我是深圳金融标准委员会的委员 那金标委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国家的金标委呢 大家都很清楚 然后深圳的金标委呢 也是 成立时间比较短的 大概是在2016年 12月份成立的这么一个标准委员会组织 其实也是进行那个深圳市的一些标准的一些制定 和接受国家金标委的一些委托 然后制定一些标准的 银令科技呢 其实也向金标委已经提交了我们的银令中间界的一个标准 是吧 然后在币圈我们说币圈是吧 币圈也混了一个打卡区块链协会的这个副会长 打卡区块链协会呢 大家老久才应该知道是吧 然后从2014年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币圈的组织 时间比较长了 然后刚刚也讲到 我在深圳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呢 然后就开始了这个区块链隐私保护方面的一些项目 做了区块链匿名和反匿名技术的一些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其实也是这个方面的一些内容 第一个部分我想讲一讲互联网的思维加上了区块链 它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那大家都知道互联网它本身呢是传递信息的 然后区块链我们用最简单最通俗的一句话 那就是传递价值 传递价值 价值在互联网上是没有办法比较安全的 建签传递的 只有在区块链上 因为它有公私钥的确权机制 你的地址里面 你的地址就是一个公钥 你的私钥就是使用你账户里面的这么一把钥匙 只有用你自己的钥匙才能去使用你的那些资产 那这样就能够形成确权 那些数据是你的 那就是你的 那一串数据就是非常重要的资产 大家都知道现在区块链上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 就是你的私钥 你一旦是要丢了 你所有的区块链资产都没了 大家今天上午也谈到过迅雷 迅雷其实在今年8月份 8月初的时候 然后他们的CTO CMO和COO的都到了我们公司 然后因为他还没有开始搞这个 那也有这个想法已经要开始搞了 然后向我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共享经济跟区块链 他们这种模式跟区块链怎么联合 然后我也给大家讲了很多 那后续他们不知道9月底到10月初 就已经把这个整个网克链都已经上线 然后都已经发布出来了 现在看来还是很成功的 就是迅雷的股价 迅雷的股价涨了六倍 网克币的价格更不用说了 从5分到80块钱 那是很恐怖的一个涨幅 近期的这个柯达 说要发行柯达币 涨了也是很凶的 中网在线 他说他要涉及区块链 一下子涨了七倍 当然了 现在他们都已经受到了一个咨询 受到了身交所的咨询 说为什么你们有没有真的在做区块链 有没有在上面盈利 然后他们都进行了澄清 说有没有盈利 到底有没有在做 其实大部分还是概念化的比较多一点 真正有落到实处的很少 但是我们可以想到的是 接下来会有一大波 一大波的互联网公司 都会往这边赶 是吧 腾讯刚刚昨天还是今天 发布了这个区块链解决方案白皮书 是吧 然后像360 360已经把我们的这些所有币的 把重要的一些币的价格 都挂在他们网站上 开始展示了 人人网 大家都很清楚了 一个晚上筹了十万个以太方 虽然被约坛最终是清退了 但也不妨碍 他们重新 是吧 重新搞一下 合规的架构 在海外卷土重来 是吧 肯定会 然后还有很多 很多互联网公司 正在路上的 或者正在策划的 是吧 一旦 互联网的思维 再加上了区块链的一个 代币的激励机制 它的整个商业模式 会发生非常 细极性的变化 是吧 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那就是 以前的互联网产品 那都是用钱去砸的 砸用户量 是吧 像滴滴 滴滴 它砸了多少呢 砸了几十个亿吧 大概是 砸出了大概 几亿的用户量 是吧 那我们出刊公司没有钱呢 怎么办呢 是吧 那就不能跟他们见证了 是吧 本来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但是现在还是有机会 什么机会 那就是发行代币的机会 把代币发行出来 然后 上交易所就有市值了 有了市值之后 你就用你的代币去砸嘛 是吧 你代币比如说值20亿 那你砸下去 十个亿 行不行 你也砸得起 这个就是出刊公司 所有的机会 大家都说 现在的监管政策很严 很严 是吧 或者把我们都赶出来了 或者说 还有其他的一些 不利的一些方面 但我觉得 我觉得监管政策 对我们出刊公司 是最有利的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没有这些监管的话 所有的上市公司 都往这边跑的话 我们出刊公司 有机会吗 在座的很多 是吧 完毕的 全是屌尸 有我们的机会吗 根本就没机会 所以越监管 然后这些上市公司 越老实 是不是 他们越老实 那就是我们的机会了 我们越不老实 是吧 具体的一些 技术方面的东西 我不想展开来讲 然后数据货币呢 其实除了比特币以外 还有很多的 其他的一些代币 像以太啊 达士啊 小乙啊 ITO之类的 是吧 然后反正 在2017年的市值 都涨得非常的恐怖 是吧 非常的恐怖 像刚刚今天上午说的 这个交易量 都已经超过了 这个纳斯达克的交易量 对 接着下来 肯定有很多的惊喜 还在持续地等着我们 我认为呢 区块链的核心价值 在哪几个方面呢 那就是在这个 三个方面 一个呢 它有这个 去中心化的 这一种思路在里边 去中心化 不单是 这个一个网络的 去中心化 也有一些 这个机构的 一个去中心化 还有一些 理念 理念上的一些 去中心化 共识机制呢 就可以在 无信论的环境下 可信的一些 处理数据 然后还有 公开数据库 所带来的一些好处 最终呢 它就是能够 多方协作 就是在多方协作的基础上 能够提高效率 和降低成本 最终都会归结到 这样下面的 这个四点来 但是 我认为在金融业这一块呢 这个多方协作 它是能够带来好处 能够带来多方协作下的 一个信论 互信的基础 但是呢 恰恰由于这一点 使得它在金融行业 很难落地 这个是我今天想 表达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在金融行业 区块链 在金融行业的落地 是非常困难的 两年前 我记得我在欧林 16年3月份的时候 在一个 共享金融百能论坛 深圳召开的 然后在那个会议上 我就提了出来 区块链的应用落地 非常难 是吧 应用场景不好找 那这个两年的实践 因为云林科技呢 这个两年一直在 金融行业在耕耘 是吧 这两年呢 我们做了很多的应用 比如说 像这个商业银行抵押品 是吧 登记 这是一个 数字积分 一个 供应链监融 是一个 还有呢 合同链 在区块链上来签订合同 来进行存证 是吧 至少是做了这个 四个 还有做了一个 演练的中间界 是吧 也是针对于 这个金融行业的 然后做了这么多 这个跟应用相关的一些项目 发现落地特别难 落地特别难 就是说 区块链它可以来 创建多方协作下的信任 但是 你要来推广区块链 那个推广方 是要有公信力的 如果这个推广方 没有公信力 那是推不起来的 是吧 特别是在 金融行业这种 是吧 大家都是对等的 你凭什么你来推 我不能来推呢 是吧 凭什么我要用你的标准 你不用我的标准呢 所以大家都自己去做了 区块链 平安科技 那个平安银行 自己做了 所有的底层链 是吧 然后这个微重银行 做了它自己的 所有的底层链 是吧 然后呢 像其他的矩阵 或者是基本上的公司 像出创公司也好 金融机构也好 就招商银行 他们自己也做了 他们自己的 是吧 所以所有的金融机构 都是做他自己的平台 很难联合起来 这种情况 我估计会延续一段时间 除非央行出来说 你必须得用我做的 是吧 那也没有办法 它是一个国家机关 我们争不过它 是吧 所以我觉得在 金融机构的使用 特别是多方协作下的使用 会延续很长很长的时间 现在还是早期阶段 当然如果说 这个数字货币 即使是央行发行的 数字法币 如果能真正应用起来 肯定会对我们的 全球的经济 都产生正面的一些影响 比如说像进行KYC AML的这一些 像前的一些 具象的金控啊 宏观调控 这都会比较方便 像结算和支付 这些都是会 产生比较多的影响 另外对我们个人 能够产生影响的是 如果发行了数字货币 或者数字法币 你要把这些钱 提到自己的钱包里面 自己的钱包 可能是一个应接钱包 也可能是手机钱包 这会带来一些 什么样的改变呢 那就是商业银行 它就存不了你的钱 存不了你的钱 它就不能去放贷 是吧 因为现在的 在国内的商业银行 那都是能够有 17%的背负金 它就可以把另外 83%的钱呢 全都给放贷出去 是吧 这样可以循环 至少五次以上 所以我们手里的钱 其实是被 无数次吸涉了 是吧 无数次吸涉过 如果能够把 这种数字货币 提现到自己的钱包里边 那对商业银行 也会是一个 比较大的 这个应该是危机吧 是吧 所以也会带来 更多的一些改变 刚刚说的 如果说是 这个结算速度 从三天 两到三天 到十时的结算 国际转战 从三到五天 到秒到 是吧 然后呢 银行金的转战成本 原来成本很高的 币链很高 然后现在可以是 连成本 或者非常低端的成本 这个一定是对 全球的经济 都能产生 非常好的影响 但是 刚刚也说了 在金融业中 很难使用起来 为什么 那就是这两种 利益诉求 那是相反的 第一种利益诉求呢 就是区块链 作为一种 情应技术的 它的革新力量 就像我们在座的 在区块链行业中 这个打拼的 是吧 一先要把区块链 应用落地的 这种 那就是 作为一个 技术革新的 一个前院的力量 存在 但是 区块链的 去中心化的 思想 和这种 多方协作的 推广上 这个是 触及到 金融机构的 利益诉求的 是吧 所有金融机构的 利益诉求呢 那都是 你可以 隔别人的命 你不要来 隔我的命 你可以动 别人的数据 你不要来 动我的数据 你可以动 别人的用户 你不要来动 我的用户 是吧 你可以去改变 别人的架构 但是你不要改变 我的技术架构 那我要改 整个体制都得改 多麻烦 所以这个就是 他们的一些 利益诉求 所在 是吧 那 我觉得 现阶段 虽然是碰到一些问题 在金融机构使用 也是碰到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这些 可能都会被碾碎 这些利益诉求 在一个大潮中 一定会被冲垮 最后一点时间 介绍一下 研链科技 在这边的项目 目前研链科技 主做的项目 叫安晚 安晚空间 其实是一个比较 老的一个项目 从2014年就开始 目前呢 想在这个 四个方面 做一些 区块链的应用落地 第一个方面呢 那就是安付 安付呢 我们把它 这个可以分为 一个及时支付 和安全支付 两个方面 安聊呢 主要是进行 安全的聊天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微信和QQ 被监控的比较厉害 那我们希望 有一个 是吧 不被监控 能够保护个人隐私的 这一种聊天工具 安支 那就是可以 进行安全的 发行资产 和进行管理的 管理资产 为什么说 前面加了个安支呢 是吧 安支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以太坊上的 一些资产发行 其实目前 也是比较简单 是吧 用一个智能合约就可以 但是像这种 智能合约本身 被偷的可能性 是比较大 是吧 像那个 盗世界 又智能合约的 兵写 还是 非常的有讲究的 你兵写不好 被盗的可能性 就很大 是吧 盗世界 还有后面的 有一个钱包 是吧 被偷的币 的价值 都是 至少10亿 人民币以上 那我们的 想做的呢 就基于 我们的 安网 来发行 代币呢 就是 点点鼠标 就可以 你自己不用去 写智能合约去 智能合约 我觉得目前还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东西 还没有 没有能够达到很安全的一种地步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区块链的协议来代替 就像以前的叫什么大师币和合约币一样 是吧 你发行代币的时候呢 点点你的鼠标 就马上可以发行出来了 不用去写智能合约 那么麻烦 是吧 第四个是 安投 安投主要是原来的 我们做的投票链 因为投票链本身呢 是在2017年 7月份ICU的 然后 到后来 90之后呢 就全部迁退关了 我们的迁退呢 是不一样 我们的迁退呢 其实是把 所有的代币 全部都收回来了 我基本上 花光了很多的钱 偶钱呢 还不止 是吧 把所有的代币 全部都收了回来 重新又发行了 一个新的代币 那这个代币 没有ICU的 没有这个 私募之类的 全部是送的 是吧 当然了 如果在泰国的话 就没有必要那么麻烦了 是吧 还搞得这么悲惨 是吧 然后安投呢 想作为在 在这个安网上的 有一个应用 这个应用的 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最大的好处呢 可以以低成本的代币 来获取 这个非常大的用户量 这个怎么说 因为投票是一个 非常小的应用场景 但是一次投票 可能带来的用户量 会巨大 打个比方 如果说 中国好声音 是吧 然后比如说 来进行一次投票了 那有可能就带来 几百万的用户量 甚至上千万的用户量 是吧 当然了 后续你怎么 把那个 用户年限 把产品给做好 让用户能够长久的 留存在你的APP上 这个是另外一个概念 但是呢 我认为这种 这种 以低成本 发行的代币 来获取巨大的 用户量的这种方式 还是非常的 不错 非常的不错 而且 也是初创公司 唯一的一个 的 练习的 一个机会 刚刚其实也说到 如果我们这个 产品 有互联网产品的 一些思维 一定要做到 互联网产品的思维 因为毕竟 你要落地 必须得 使用很方便 目前的 很多互联网产品 它打磨的 打磨了很多年 那确实做得很棒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 奇怪的应用 应该向他们学习 把产品打磨好 然后 再有两个发动机 这两个发动机 什么呢 第一个是 区块链技术的优势 是吧 区块链技术 有它的优势 在某些场景上 确实能达到一些 在其他的 这个技术 达不到的一些 好处 第二个发动机呢 那就是虚拟币的 经济激励的因素 虚拟币的经济激励 这个会带来的 一些好处 绝对比任何一种 这个商业模式都来得强 来得强的太多了 像其实顺雷这个例子呢 就说明了这一点 顺雷原来他们的加速设备 叫赚钱宝 是吧 他应该说得很白了吧 赚钱宝 你买了这个 是可以给你自己挣钱的 但是 他原来是搞了一个水晶 这个水晶呢 他们其实不是代币 是吧 水晶就像积分一样的 他没有对能并币的 这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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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下福的 这个 就是说没有在交易所交易 是吧 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一点 然后他用了这个 什么 又改了一个网课员 现在叫炼课 然后上了交易所之后 他的应急设备 你知道有多少人 去排队买他的应急设备吗 是啊 两千万人 原来你那设备出个十万台 就很了不得了 但是现在两千万人 排队去买他的设备 暴风盒子也是一样 是吧 暴风盒子出来之后 他一个设备 大概是五千多块钱吧 有十几万人 是吧 欧十几万人 排队买他的设备 那一下子就多少亿出去了 这个模式是完全跟以往是不一样 所以这种虚拟弊的经济激励体系 要用好 而且要用它来获取用户量 获取巨大的用户量 来完善你的整个商业模式也好 整个网络稳定性也好 是吧 这都可以 然后我们的项目呢 其实就叫安晚 是吧 安晚 然后这个代币的标识 和这个简称呢 这叫SIF 其实就非常容易计SIF 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冲突的 还是可以 就是目标呢 就成为全球第一大最安全 最匿名的数字货币支付 跟应用平台 这个是跟达识币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SIF呢 其实是从达识分叉出来的 然后融合了原来的投票链 跟安晚奥的这一些代币 融合进来了 就是我们后续只做这么一个币 为什么说 为什么从达识分叉出来之后 我们还做了很多的更新呢 因为我们要做的 那就是 因为达识做得很不错的 达识这个 在支付这个做得很不错 第二呢 他在社区运营 他这种经济激励 在社区运营这个做得非常不错 最大的表现呢 就是他能够建立 无数多的 这个叫组结点 他目前已经有 近5000个组结点 这个的 他的网络跟 比特币的网络相当 是吧 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觉得他是很有特色 所以基于他来进行这个分叉 生态建设这一块呢 我们后续呢 也会融合 像那个给门罗 或者是Cash 这些对隐私保护的 这个用户 进行分叹果 是吧 达识这一块呢 更不用说了 而且会融合对社交 是吧 社交跟职场发行 这些感兴趣的一些用户 就把它这个生态圈要做大 目前做的区块链项目啊 这个一定要做生态圈 用户量足够大的时候 这个你的币价也自然偶然上来了 你自己应用本身 也就很 非常的值钱 是吧 比如说 然后 安网如果达到千万级别的用户量 或者五六千万级别的用户量 那这个应用本身就已经 非常的值钱了 这个呢 我们应该说是五年的经验吧 五年的经验 没有代币的区块链应用 不是我们出创公司能玩得起的 这个是我的一个经验嘛 没有代币的区块链应用 不是出创公司能够玩得起的 是吧 为什么 一个目前的市场成熟度很差 挣不到钱的 是吧 第二呢 资源整合特别难 是吧 你要刚刚说的 你要推一个区块链应用 本身是一个建立 性能的一个系统 但是你要推广这个系统本身 又需要巨大的公信力 出创公司没这个公信力 做不起来 是吧 而且呢 我们也没有现成的应用场景 要跟别人去合作 像特别搞金融行业的 区块链应用落地呢 更加困难 因为谁跟你合作 是吧 或者是他们自己都会做 是吧 而且代币的这个公有链 才是我们出创公司 出创的区块链公司的 最佳的生成指导 是吧 第一呢 资金回笼比较快 第二呢 产品知名度可以打得非常的高 第三呢 有很多利益共同体 可以帮你来一起来推广 是吧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五年 五年以来 在这个行业 碰碰撞撞 这个也做了很多的探索 得出了一个 最终的一个结论吧 好的 我的印象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